老师,咱该走了,别喝了 意思是现在 对啊,人家是预约这 说是发现了一个独立万表品牌的概念店 怎么个概念法 独立万表品牌要么特别贵 要么是过分突突复杂功能的忽视代相 独立品牌在国内还没名气 墙外开花,墙内不香 不过说实话,认名气这事 着实让很多收藏家拍烂了大腿 FP柱呢,就是特好的例子 莫非这个店真的有 老师,到了 就这儿啊,全是独立指标品牌 我担心咱们粉丝不一定感兴趣 因为独立品牌有几个问题 比如说,太小众 再一个呢,很贵 很多独立品牌往往过于强调某种复杂功能 忽视了表的整体 刘老师,来都来了 咱进去看看吧 那就看看吧 克莱天音 Crayon 高破富斯 亚明石 它都不错 都是那把大奖获奖品牌 HYT 还行 这个牌子呀,还是挺创新的 我们知道这个传统呢 不管是机械表还是实影表 显示时间都是用指针来显示的吧 但是HYT开了一个大大的脑洞 它显示时间的方式啊,是用页面显示的 特别独特 你想想啊,这个两个页面的界面来显示时间 那给多难啊 不过就这个品牌吧 就这两年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其实HYT早已经充足成功了 售后一点不受影响 我看你还蛮懂表的吧 要不给你看一块新款的HYT 行 来 你们老板在吗 他不在 我给你讲一下 这一块HYT大有来头 这个机芯跟你刚才看到的那个机芯完全不一样 它是APRP工厂给HYT生产机芯 APRP 全球只有10枚 那这APRP到底什么意思呀 这你都不懂 简单来说就是AP工厂给HYT生产的机芯 这个气缸是V型的啊 诶对 因为通常的HYT自产机芯都是一个竖型的 对 这个是V型的更加有运动的感觉 对 这个呢就是时的刻度啊 小时的刻度 它还有萤光了 如果我把这个灯一关的话 其实在这种黑暗的条件下面非常酷炫 所以年轻人就很喜欢这支标 通常的HYT H20的系列 它的背面都是透明的 只有这个系列叫Blue Wave 嗯 它底是蓝颜色的 那个FPJ你有吗 FPJ你也知道啊 Patrick把我的那个FPJ拿过来 AlizaFPJ 随便Aliza 其实FPJ前几年藏家看到它不怎么心动 最近几年发了好几倍藏家都进行疯抢了 拍大腿来呗 你看 这支38表径的 等一下 老板你别装了行吗 哈哈哈 刘老师你也别装了 我在视频上看你好多次了 刘老师啊 我这面38表径的 市面上都是40表径的 这挺长款啊 哦 我知道了 FPJ有一特点 它做一个表啊 它不是由机心来决定表壳 它是由表格尺寸来决定机心 这点很牛的 而且这块应该是 IPJ大部分都应该是这个K金加版的 对 早期的 早期作品 对 而且我记得我上次采访IPJ的时候啊 他给我看了一样东西让我特别的震撼 就是什么 就是共振表 嗯 它的共振表呢 是基于它修复的一个共振中产生的灵感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 市面上能做共振表的人非常少 现在的共振表 40表金以上都已经200多万了 200多万了 嗯 所以想买共振表的就剩拍大腿了吧 其实做共振表的 就那么趋值可数的四家 嗯 第一家EpicJong 第二家Hatiman 第三家Vianney Hunter 还有一家就是我们的官方代理Armin Strong 这个也是共振哦 也是共振哦 对 这个我看看 因为这共振表其实很神奇的 它这个两个摆轮啊是同频摆动共振啊 但是它实际上没有物理接触 嗯 所以这个理论是非常神奇的 嗯 它是用一个串联机制把它串起来的 动力是串联的 但是它机构有有连接吗 Armin Strong的共振呢 跟EpicJong的共振有点点不一样 它有一个串联的机制 把两个摆轮串在一起 所以更加能够达到共振的效果 对 因为EpicJong那两个呢是无限接近的两个摆轮 产生同频共振 对 这个呢就干脆用一个串联机制把它串在一起 这样啊 嗯 嗯 那这是什么价位呢 这个是50多万 这表做工怎么样 做工当然是很好的 因为也是属于瑞士的高级制表啊 你看它背后的日内娃 文 对吧 双发调和 然后它透露着一个德系的美学 因为它的表场其实就在劳力士表场旁边 所以它有一种德系的美 它跟EpicJong比啊 它不一样 这个比较法式 对 这个比较德系 嗯 能看 OK 一个德式风格 一个是法式风格 我估计EpicJong的粉丝也是不少 不过就是它现在炒太热了 是啊 我给你看一块表 这个表啊 跟EpicJay息息相关 它的名字叫Ludovic 他曾经在EpicJay的三问工坊里工作 他的三问表都是他做的 现在他出来单干 创立了这个品牌 叫Upside Down 数字全是反的 全反的 嗯 它有这个法式的韵味在里面 你看啊 看 哦 跳了 跳了 其实它名气还蛮大的 你看Frank Muller的Crazy Hour也是他做的 我想起来了 像什么Harry Winston的Opus 8 是不是也他做的 他就是擅长做这种复杂功能 对 大明火法郎盘 我称它为玛丽莲梦露的美人质 这个质在哪就是极点 这表透背吗 透 透背看看工艺 可以 看工艺 所以它每个石标的位置上都有一个叫跳石机构 跳石机构 一共12个 对 而且这个就是我说它比较高妙的地方 就是如纳系 如纳系 如纳系法系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要考虑到复杂功能 要考虑到代向 就是很优雅 是的 我是真喜欢这表 但是我担心有些厂家可能不一定能接受 你看你外表看不出东西来 现在很多厂家他喜欢什么呢 显而易见的复杂功能 比如说托菲伦 哎 刘老师 你说的真巧 这个我们代理的叫Pernel 他装做3D球形托菲伦 今年梅西都给他代言了 梅西是谁 梅西那足球 巴黎圣日尔曼 对圣日尔曼的巨大的球星 他们家的特点是装做托菲伦 3D球形托菲伦 可以说把托菲伦做到极致了 极致了 今年的这个款 他就出了一个足球款 给梅西带的 非常限量 就像一个足球在旋转 我们玩表 除了看牌子以外 应该学会看产品 比如说机型做工 复杂功能这方面 今天我们这里看到的 这些独立指标品牌 都是在做工方面 在复杂功能方面 哪怕在代向方面 都是很有讲究的 谢谢啊 老板 你这个表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牌子叫科勇 它可以精准地读出 上海日出与日落的时间 日出和日落时间 每天都可以发生变化 这枚是为我特别定制的 等一下 你要说日出的时间的话 这意味着这应该是 有一个很牛的天文功能 时间等式 它是一个日函数的时间等式 其实它在表的背后 有一个部件去控制 这个上海日出日落的函数 所以它可以精准地 显示出这个刻度 但是这个外观上 真看不出来 对对 这牌子叫什么 叫K勇 K勇 你感兴趣吗 如果感兴趣的话 告诉我们 我们专门找时间介绍这个表 老师 咱该去下一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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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